这个去年卖的超火 可能有的花友都 我不知道这个叫啥 这个呢就是球蓝 球蓝呢好多的花友不理解 现在呢我给大家上图片 你们看看 有这样的 这样的在哪 那么什么样的都有 然后呢 我手上拿的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银斑 然后呢这个红色的这个叶子 很多的花友 老阿姨为什么 我看有红色叶子呢 这个呢就是一个黑八顿 这是一个八顿球蓝 球蓝的品种特别的多 你看这边这个呢 这个就是一个匍匐球蓝 叶子不一样 去年的时候 我们家里面 有差不多十几种的球蓝 也卖的非常的火 今年的陆陆续续 随着天气变暖 已经正常之后呢 开始又陆续又上架了 所以说臭坊们盖的这个点 将来呢花不多点 给花儿梅 叨叨一下花儿梅 经常遇到的一些个问题 第一个 为什么我养的球蓝不开花 首先球蓝不用换盆啊 是这辈子都不用换盆 也不用换土的 为啥呢 因为它会长很多的气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 这种就叫气根 这种气根的话呢 可以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和养分 然后第二个点 就是不要把它的花梗给剪掉 好多话说 什么是它的花梗呢 就是类似于这种 看到没 这个呢就相当于 它的一个生殖器官了 它每回开花都在这个位置开 就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 它每回开花都在老的 那个花梗那个地方开 所以说球蓝呢 是不需要修剪的 非常的简单啊 第一别换盆 为什么不换盆 因为换了盆之后呢 它会去长根 只有长满根之后 它才觉得 我的生活可以啊 开个花吧 如果说根系不长满 它不爱开花 第二个呢就是 别给人家断子绝春了 别把它 别把爸给它干掉了 就完全OK 没问题了 这是两个点 第三个呢 咱们就说一下 日常的养护吧 球蓝的嘛 喜欢那种半阴半阳的感觉 有的话说啥是半阴半阳 就现在这种 就是很明亮 这种光照嘛 皮肤还感觉不怎么出来 这种光照 球蓝是最喜欢的 它害怕强光爆晒 90%球蓝就害怕强光爆晒 然后呢 要给一些光照 耐阴性是比较好的 如果说 大家做到阴面 跟绿萝一样 不怎么见光照的话呢 就要适当的控水 你可以把手这种 抠进来摸 摸摸盆土干不干 你摸的盆土干了 同时呢 你再摸一摸 这个叶片软不软 叶片缺水的时候呢 会稍微发软 最开始的时候 是这种薄的 上面的发软 然后到后面 是下面这种厚的发软 就说你摸摸上面的发软 盆土干了 您再浇水 不干别浇 只有控水的时候 它才爱长根 只有根系长满 才爱开花 别修剪 其他的没啥了 就是用肥的话 就比较简单了 大家都可以用一些 通用型的肥料 你比较花了多 用这颗粒公司肥 你这话也问了 我想那根系长得快 可以用生根液 这些东西吗 是可以用 但是别当成一种 别把生根液 当成一种肥料去用 你可以偶尔来一下 帮助一下 对吧 又不用你换盆 不用你修剪 你挂在那 负责养光浇水 四分就完了 还有啥 我还不会 拉倒包 我家猫都会了 一边关系 求来的一个事 喜欢的臭包呢 现在呢 也是已经上新了 已经有了 陆陆续续 会更新更多的品种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喜欢修栏 拜拜 我老花一 眼花最上一